三个中产党 今天我们谈论民阵大台的混帐 他们成立612基金,现在囚有8400万元以上 我认为他们继续有,过亿也不奇怪 同类的囚固是多久? 对,但问题是最近被人返回 其实之前已经发生了几件事 第一件事是被人返回,到8月底 整个基金仍然用200万元左右 那些人就觉得囚了7-8千万元,怎会只用200万元? 那时他们的辩护就是,官司还未打,钱还未用 那些人就问,可否用在其他方向? 譬如让学生有生活费,流亡去海外 可否给多些津贴? 他们说不行,如果每样都用完,钱就会消失了 有一次政府 听下去,有很多东西都跟特区政府或财政司相似 早一个星期,人们开始挑战 有没有搞错? 他们说,竟然200万元内有20多万元 是去做音响开支 接着人们就发现,一个民阵就解释 原来就是因为当日612搞筹款的时候 我们就租了很多音响 然后才告诉他们,原来每次民阵 搞游行,起码都要30万至50万 就是全部用来租音响 他们就是搞表演,然后就说 因为他们帮民阵,帮612基金筹完款之后 他们就不够钱 所以就要问612基金收行政费 就收回20多万元 但是20多万是怎样才是对的呢? 重点是 怎么认识,收了2万,你不够钱我差1万 因为他租了一些印象,我不知道租了多少钱 当他50万也好,30万也好 他就觉得,那你帮我违回数据 我都帮你筹了钱 但那些人就会很生气 批的钱,批得200万 又说要留下什么什么 转过头,别人问你 批评几十万音响,你又肯给 那种感觉就像是 原来那些钱,帮抗争者就不帮 但是你自己有租器材 你就可以立刻很疏爽地批给他 这个就是第二样 我顺便再看 NGO 或者我说这些,其实不是关NGO的事 民阵,泛民 其实本身的数据都是污烟瘴气 为什么污烟瘴气 因为他们全部都是为威威,自己有交 一来自己休,我不用阴谋论 但通常都是你自己休,你不用写得那么清楚 因为大家说过信字 如果你用阴谋论去说,方便你落格 因为左手交右手 或者你做什么单 但我就算不用阴谋论 这个都是一个方便做法 结果数据不清不错 然后你也会看到有很多开支 很奇怪 例如612基金 原来是可以申请做民间研究调查 可以开国际会议 那些人就会怒 你之前就说不可以给那些学生做生活费 又不可以给他们买装备 又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 但是你的原因就是说 这个基金只是来做人导支援 那这个人导支援又会包含开国际会议 会搞研究调查呢 这也不跟人导有关 是的,那就是问题 他至少还没做 什么还没做 我还没说过 就是让我查到一条数据 就是有一条数据叫做另类项目开支 有9个人申请了 已经申请了80万 接着我就奇怪了 如果你是救人的 上面已经有了 医疗开支 或者是法律开支 它写得很清楚 那个另类开支项目是什么 不解释 然后有网友问他们 有没有付钱 那些人去开国际会议 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 他回答就是 你好 我们的信托人是不会可以申请回这个基金 大哥,别人不是问你的信托人有没有申请这个基金 别人是问你的钱 有没有资助一些人去搞调查 有没有人去开国际会议 全部不回答 这些就是混帐了 我试试从泛民一点的 我三个来说 我们相对是代表泛民多一点的 就是好心点去帮他们 说话口或者角度问一些问题 他开始 你成立这个基金的时候 会是清楚地说明 你们的目的是什么 那些人才知道 我觉得就好似说 你写了是这样的 那些人都肯捐的 那会出不上 大家是同意的 那你可不可以说多事 他说是基金的目的是什么呢 基金的目的就是 刚才我说的 就是进行任何人道支援 任何人道支援 不是他不是任何人道支援 这个就是为什么会有问题 因为以前的泛民 做所有这些基金 都写广一点 因为方便你批评钱 虽然他就说 会做这个法律支援 或者其他相关人道支援 但你写得禁死 其他申请就很麻烦 所以就要写上 有什么相关的 座谈会 国际会议 其他的申请 我没有理由问他批评 因为我开始 都不是跟得很足 但是我开始的感觉 都是以为 申请这些基金 就是做了这些基金出来 主要都是法律上 去帮别人打官司 全香港人都以为 是这样 这样就会有个落差 然后你去搞 Event 然后反过来 另一件事就是 音响的解释就是 那时候民阵帮你筹钱 你现在筹钱 找回帮帮帮他 都很合理 这些就是一样 我不明白 为什么你会觉得 这些就是朋友 都会觉得 我现在的组织不够钱 那便问你 商量 正常我们都知道 是你帮我搞了东西 你搞了东西 你可能试了钱 但我没有理由 用那些捐款 去找回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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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 現在講一個會計問題,純從會計上來說,判詳極度難看的理由就是,如果他花了三、四千萬 正從賬,我從會計來講,花三、四千萬,而他那些東西,只剩下幾十萬,你就不覺得了 明白嗎? 那麼什麼都不用 對, 純粹帳目來講, 控制會計的那個人, 控制帳目的極差 如果過一道大手, 大手洗帳的話 上市公司洗錢的樣子, 其他好多東西的, 市民兩條股, 都可能不太高 你二百萬有二十萬就有問題, 只用你買郵頂 80萬, 你現在講的那個, 你有講的 去到五百萬的時候, 比例很高 沒有去解釋的一些不明開支 當然, 如果從NGO 所有的問題, 你在經濟學圖很容易解釋 我想大家都不用解釋, 自然會有這個 都這麼說, 逢是搞一些極端的講革命分子 其實帳目不清是很正常的 即是覺得很浪漫的, 搞一些事情的時候 你沒有可能從帳目清算, 計算清楚 所以我反過來, 我覺得藍絲那些, 多數的帳目都是很清楚 因為第一件事就是, 你如果不清算, 會被人斬先 連你的祖墳也會被人搞 第二件事就是, 給錢做事, 當然要清清楚 你不要搭肩膀, 下次沒有了 分別就在這裏 如果從這件事看, 亦都是這樣說 即是, 泛民, 雖然你是泛民 都這麼說, 他們的帳目是何嘗清楚 從那個民陣走出來, 這麼多錢 這麼多年來, 那門帳目 那些人在說, 中間的錢不出去了哪裏 到是那個劉曉波, 支援劉曉波 劉霞都付不了錢, 是不是 他老婆都付不了錢 即是, 從來他們捐錢給他們 捐錢只是買贖罪券的方法 即是, 大家捐了, 到現在我都見到很多泛民 都說, 等於血債票償 那樣, 你捐錢贖罪 亦都是從來就是一個泛民 黃絲的贖罪方法 令到自我心理良好, 私養感覺良好方法 但這個奏基金, 我想大家很多人都覺得是難看的 可以做得好些的 有什麼建議給他們 最大的問題是, 他們是用以前賺幾十萬的概念 賺八千萬, 幾十萬就沒有人覺得 即是你自己為威為 你捐錢那些都是服務你自己的選民 或者你自己的支持者, 沒什麼問題 這次出道很大, 612人道支援基金 支援所有被捕的抗爭者 而很多所謂被捕的抗爭者 都是一些不妥理的 或者是你那些不同陣型的人 所以其他人便會開始幫忙監察你 因為問題是, 他們都是受惠者 他們當然會去看 而且八千萬元那條數 你就不能夠用八十萬的概念去玩 早前, 人們還貼了一個WhatsApp 就說, 原來為何幾百個申請 一直搞很久都申請不到 原來他只有一個人去處理那些申請 有幾個可能, 他有五個人是做的 兩個Full Time, 三個Part Time 只有一個人是專門去處理那些申請 即是行政費用, 不如打多大條數 這樣應該請十個人 而不是去搞一些無無畏畏的事情 他們經常都覺得, 我們自己是人 我們很慘 民陣說得很委屈, 為了要打大612條數 所以我們特意民陣那些人不籌款 所以不籌款就沒有錢 就唯有問你拿回行政費 這就是你知污囊丹刀的事情 你自己不籌款的時候, 你沒有想過 你下次的數目如何小 這就是他們慣犯的做法 不要緊, 不夠錢就問別人談 還有就是, 民陣也沒有錢? 什麼? 民陣也沒有錢? 因為民陣每次搞這些遊行 都要三十萬至五十萬 他們每次遊行就是籌幾十萬 所以每一次遊行籌完的錢 就是下次遊行就會差不多用完 所以他只要有一次遊行是沒有錢籌的話 下一次就會幾乎幾乎 但是他們有預算的 他們沒有錢, 民陣是多少錢? 民陣的預算是由頭到尾都是... 餐食 不, 就像你們的財經界那些人 賺10萬、花20萬 其實從來都是這樣的 因為他們覺得, 今次籌了就先洗了 都不知道有沒有下次 下次的時候就下次再籌 但結果有一次他懶得偉大不籌 就發覺就出事了 所以證明籌款是應該的 證明你不要說他經常籌款 不要說他經常籌款 那籌款又到你 但問題就是, 在6月9日之後 你發覺有很多次的遊行都不是民陣搞的 人家是一元都沒有收過的 那為什麼人家的遊行可以搞整年 民陣每次都要搞三十萬至五十萬 人家不是靠來上班的 不是, 你到最後就發覺 他那些錢就是去了音響 其實今天就不夠時間說 因為音響用來做什麼? 音響就是搶奪話語權 音響就是告訴別人 大台在哪裏 音響就是用來宣傳 就是幫你那些黨友做選舉工程 如果不是民陣搞, 他不需要搞選舉工程 於是那些人不需要抗音器 不需要描述東西 現在最離譜的地方是 民陣一直都說遊行的成本很高 所以大家要捐款 甚至乎問612基金傾錢 但是到最後就發覺 現在搞遊行可以一元都不用 今天的遊行 即是我們錄音的 就算是行不行 申請到不反對通知書都好 申請到不反對通知書 也是這樣 而且很慘的地方 就是現在聲稱申請到不反對通知書 然後一個小時被人掃了一場 那五十萬就扔到海 因為一掃了一場就要解散 音響就是全部都不能用 這個問題就是這樣 好, 這一集就到此為止